Burberry 有這麼多風衣 哪一些適合我 大家常說的經典款經典款 但到底哪個才是經典款 Burberry 的風衣有非常多種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吧 首先是一般剪裁的 Kensington 這款式也就是最符合大家嘴上述的經典款 Kensington 適合各式各樣身型的人 相比Chelsea 有較寬的背部 沒有太過受腰的剪裁 縫隙比較大手臂空間 Kensington 是非常基礎的雙排扣風衣 也適合各式各樣的人 再來是Chelsea Chelsea 這款式在以前是被規列為緊身的 但Chelsea 目前是 slim fit Chelsea 在腰身跟肩膀背部都收得非常窄 對身型的要求算是很嚴格的 它適合非常瘦小的人 接著就是 Waterloo Waterloo 取代了以前熱賣的 Westerminster Waterloo 是稍微 oversize 的版本 肩膀使用 Rock and Sleeve 跟手臂的寬度 都比 Kensington 還要寬 腰部沒有修憲 相較於其他款式可以做出比較輕鬆的穿搭 因為 Waterloo 是蠻新的啦 我本身也沒有 Westerminster 我其實是蠻後悔的 我沒有買到 Westerminster 因為它都是長封衣 所以我就沒有買了 Penlico 是卡扣剪裁的經典款封衣 也是唯一一款經典款中單排扣的封衣 Penlico 的單排扣造型我們稱呼為卡扣 但Penlico 的肩膀使用 Sit-in 而不是男裝卡扣使用的 Rock and Sleeve 也讓Penlico 看起來比較像 Label Coat 而不是卡扣了 那你問說什麼是卡扣? 以前車子沒有空調 所以在通天開車的時候會太冷 他們會選擇穿比較寬鬆的外套 容易穿脫 他們口袋可以通到裡面 可以方便他們保暖 所以這就是卡扣的由來 目前經典款的製作 還是在英國的 Castleford Burberry 有許多東西都不是英國製造的 除了經典款圍巾 經典款封衣 大部分都是中國或是東歐或是義大利 所以我覺得其實不用才在意產地 再來是封衣的長度 經典款封衣改版跟我幾次 從以前的短、中、長到目前只有中跟長 長度也跟舊版的長度不一樣 目前只剩下長版的114.5公分 跟中長版的94.5 特別的是Waterloo沒有中長版 只有長版 長度是115公分 而不是114.5公分 我個人建議 你身高175公分再考慮長版 你看過往上那些model穿起來都很剛好 他們身高都是175公分以上 如果你對長度沒有什麼概念 長版的長度會在膝蓋以下接近小腿中間 那中長版會到你的膝蓋 理想的風力長度就是到膝蓋 或是膝蓋以下5公分 那是最好的長度 然後Burberry 經典款風衣 都可以做長度的修改 最長可以到10公分 Burberry 風衣的許多設計 其實是惡戰運用在戰場上的 那現在沒有戰爭 它就變成裝飾的作用了 從背部 我們叫stone shield 就是擋風擋雨 就多一塊布站在那邊這樣 Feral protector 這東西其實就是翻臨啦 我這邊想講一個小故事 像我買了這5件風衣 每一件其實上面都是有格紋的例領 但我從來沒有用過 因為根本沒有機會用 Applet 二戰拿來掛軍階的 那它現在就是一個造型了 Hooking Night Color 這東西也是我到現在都沒有用過的東西 我之前在服務客人的時候 都會看到客人把衣服穿得非常高 他會把它全部扣起來 扣起來其實是不好看的 但當然你要怎麼穿也是自由啦 其實我覺得它其實不需要控那麼高的 Gum Flap 二戰的時候要拿槍射擊 所以風衣要有一個保護胸口的布 男生在右胸 女生在左胸 那為什麼男生在右胸 女生在左胸 應該大部分二戰時期 男生都是右撇子 那左撇子就被忽略了 如果左撇子穿Burberry風衣 他就沒有槍托板的保護 我覺得左撇子真的很可憐 各位左撇子加油 Dram 那這個腰帶啊 他是說在二戰的時候 是拿來掛手榴彈的 我個人是覺得蠻困難的啦 那因為現在也沒有戰爭 也不需要掛手榴彈 那目前這個腰帶最大用途 就是卡住腰帶 不讓它跑掉 Belted Coffees 這個設計就真的有用了 可以把袖子捲起來 然後把皮帶拉窄 會是很不錯的一個造型 解釋完風衣了 那經典款到底該選哪一件 我建議都是去店裡 每一種款式都是 第一個先試的是Kensington 那如果Kensington版型你不喜歡 那我們再去試試看Chelsea 那如果你喜歡寬鬆一點 我們就直接試試看Waterloo 那如果Waterloo也不喜歡 喜歡單排扣 我們就去試試看Penlico 那如果你連Penlico都喜歡 那我們就試試看男裝的Kendon 因為Kendon的造型比較好看 但男女都可以穿 最後我想講一件事情 我發現很多人執著於 經典款風衣裡面的logo Beverry的經典款 會放上皇家的認證標誌 然後底下會多一塊風衣的名字 我覺得logo就識別它是什麼時候做的 版型是不是一樣 只要它的皇家標誌 就跟底下有它風衣的名字 那我就覺得就不用在意太多了 Beverry的經典款圍巾也太多了吧 我該怎麼選 又是經典款 說是經典款 但連圍巾都有不一樣的格紋 所以不只一種的經典款 你可能會有House Fair Check Vintage Check Rainbow Check TB Check 總之會有很多格紋你可以選擇 但它們都是經典款 然後這應該就是大家經常看到的 經典款格紋了 但我實在很不建議大家買經典款格紋 你在路上大概50%吧 如果有Beverry圍巾你都會撞到這一款 我的建議是買稍微有點獨特的格紋 我覺得買大格紋啊 TB格紋 復古格紋 都會比你買經典款格紋好 Beverry格紋的圍巾都會有標籤說 它是在蘇格蘭製造或是義大利 會有差別嗎 我個人覺得沒什麼差啊 圍巾就是一個額外的保暖工具 所以我推薦的第一個選項就是Cashmere圍巾 羊絨 羊絨啊 羊絨圍巾 那它使用時間大概落在於秋天到冬天之間 如果你是住在倫敦 那大概就是秋天到春天 台灣大概就是三個月的冬天 那如果你住中南部 那時間可能就更短了 Beverry圍巾的品質其實是很好的 你經常使用它也很少祈求 那你說我去蘇格蘭 我去愛丁堡 那那邊不是有賣很多圍巾嗎 都是Cashmere的 都是羊絨的圍巾 那跟Beverry圍巾有差別嗎 哼 其實差不多 雖然製程方法跟品質上真的有差 但我實際上使用起來是真的差不多了啦 因為我有一條在蘇格蘭買的圍巾 我覺得品質其實沒有差非常多 但主要還是這些格文是Beverry圍才有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Beverry圍的價值了 雖然Beverry圍巾看起來是像必買的一樣 但我會建議根據你居住的地方 跟天氣來決定你要不要買這個Cashmere的圍巾 我之前有個高雄的客人 他說他想要買純Cashmere到冬天使用 那我當下就跟他說其實你不需要買 因為高雄根本就用不到幾天 當然Beverry圍巾不只有純Cashmere 它還有絲巾還有羊毛混合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根據你居住的地區 還有天氣來做決定要買哪種款式的圍巾 接下來是Beverry試穿衣服的小撇布 可以再讓你到店裡試穿的時候 知道自己要什麼尺寸 非常多人在試穿封衣的時候 會把扣子扣起來然後腰帶打結 他們想要找一個可以把扣子扣起來的尺寸 理想是豐滿的 現實是骨感的 你平常在穿一大堆扣子的時候 你根本不會把它扣起來 更別說腰帶還要打結了 這樣只會讓自己穿脫弄得非常狼狽 更何況許多人腰部的脂肪是比較多的 那如果他手臂跟背其實是可以穿進那個尺寸 那這樣他腰也扣不起來 所以記得在店裡試穿的第一個選擇 絕對不會是扣子可不可以扣起來 我們就先別管腰了 腰扣起來那就是扣 不能扣也不要在意 我建議在試封衣的時候 有兩個地方你可以注意的 肩膀跟背 背跟肩膀的空間不能太寬 這樣會讓雙排扣的封衣看起來比較沒有精神 那太緊又會讓你不舒服 我覺得跳封衣就秉持一個精神 合身但不緊身 當然目前oversize 的尺寸也是非常流行的 你拿大尺碼也是一個選擇 但有些款式的大尺碼其實不會那麼好看 還有很多人會在試封衣的時候 拿袖子長度來決定這是不是自己的尺寸 如果你的背跟肩膀其實都剛剛好了 那其實袖子根本就不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Burberry也可以修改你的袖子長度 而最剛好的袖長就是在手腕 Burberry 封衣這麼多顏色 哪些顏色適合我 要怎麼穿 很多客人會說他們想要的就是經典款顏色 但經典款顏色其實就是蜂蜜色 其實挑蜂蜜的顏色很簡單 暖色系跟冷色系的搭配 而蜂蜜色就是暖色系 所以適合的膚色跟衣服都是偏向冷色系 或是白皮膚底 我在這裡必須認真說 蜂蜜色其實不太適合膚色偏黃的人 而大部分的亞洲人其實膚色都偏黃 那像是深藍色啊 墨綠色啊 淺灰色啊 這些都是冷色系跟中性色系 那它就比較適合暖色系的皮膚了 像黃色或是稍微偏黑一點點的顏色 像我的膚色是黃色 所以我大部分會選擇冷色系跟中性色系 你可以看到我的卡扣全部都是冷色系的 當然我也喜歡蜂蜜色啦 只是在很多情況下我很難搭配它 如果你的膚色稍微黃色啊 或其他暖色系 我建議試試看冷色系的衣服 深藍色、黑色 它其實都會有不錯的效果 當然如果你喜歡蜂蜜色 然後你覺得自己穿起來很好看很喜歡 那你就買吧 畢竟這種色系的搭配本身就是很選擇性的 穿著主要還是讓你開心為主 雙排扣封衣因為設計是從軍裝為基礎 所以看上去會相對的嚴肅一點 但我覺得很多正式場合 其實很適合雙排扣的封衣 開會、商務、旅遊、上班 這些都非常適合尺寸剛好的雙排扣封衣 但如果你要穿一件T恤 把封衣的袖子拉起來當春天的穿搭 絕對也是可以的 而單排扣Oversize的卡扣 是和各式各樣的場合 不管正式、休閒 我覺得都可以做出很好看的穿搭 我個人喜歡卡扣 絕對是戴雙排扣封衣的 最後大家可能都會問 要怎麼綁腰帶 以前我們覺得應該要這樣子綁會比較好看 但當然如果你的腰帶綁後面是為了收腰 那絕對是需要綁的 但我現在覺得越輕鬆越好 把腰帶放口袋 或是讓它直接落下來 這樣子的風格 我覺得會比把腰帶在後面還要好看 接著是Burberry風衣配Burberry的圍巾 很多人會想說我買了Burberry風衣 那我就要買一條Burberry的圍巾 所以他們就會買了蜂蜜色的經典款風衣 加上蜂蜜色的經典款圍巾 很蜂蜜色吧 但我覺得一點都不甜 回到剛剛說的冷色跟暖色的搭配 這也運用在飾品跟風衣上 如果你穿著蜂蜜色的風衣 再配上蜂蜜色的圍巾 這樣顏色就會顯得很單一 風衣沒有塗出 圍巾也沒有塗出 這感覺很像你把所有的名牌衣服 不管什麼顏色你全部都穿在身上 當然這樣好像也很好啦其實 那如果我們做出冷暖色的搭配 這顏色就不會顯得太單一了 我這樣怎麼看起來像什麼黑幫大佬啊 當然還是要看你褲子跟衣服的顏色去搭配 但事實就是你不想那麼麻煩 我不想這麼麻煩 所以如果要做搭配 就以風衣跟圍巾做搭配就可以了 Burberry圍巾長座 是從經典款的168公分 到長圍巾的230公分都有 然後Burberry圍巾有他們自己的圍法 短圍巾、長圍巾都有 但我覺得沒有什麼Burberry圍巾該圍的樣子 大部分時間我都是把圍巾落下 或是往後甩而已 不用太在意圍法 做出自己喜歡的風格就可以了 只是這邊我想要提醒一件事情 關於圍巾長座的選擇 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身高是170公分 經典款的168公分圍在身上不會很長 但230公分又會太長 在想搭配的造型 或是在購買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 外面突然下雨了 好的 那這就是一系列的Burberry經典款 封衣跟圍巾的基本介紹 那如果還有什麼想要知道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講 如果我有什麼說錯 也歡迎員工來糾正我 畢竟雖然我工作5年 不代表我就是Burberry智多心對吧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各位我們下次見